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不要去羡慕人家年终奖金40个月82个月 你都不用去那个羡慕了 年终奖金自己赚有尊严 然后呢自己也可以长长久久的赚下去了 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啊 就是我旁边这位啊 他到底去年赚多少我也蛮想知道的 赶快换一下我们商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记忠朱总朱总好 云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可以看这个直播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同步的来上 我们中广流行网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然后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 那待会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今年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 你自己投资的一个策略了 哎年终奖金40个月 这个你怎么看啊 哎人家人家辛苦了20年 嗯对不对 他是第一次发到这种40个月 嗯那呃我我想就跟疫情一样嘛 因为呃疫情大家这一辈子 100年碰过一次了 嗯对不对 因为上一次碰过疫情的人已经都过世了 哈哈哈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啊 对不对 对对对对吧 你你说大部分都过世了 那你不要吓死我了 所以你1918年还可以活到现在 你不是也蛮奇怪的 对所以 呃一辈子碰到一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机遇啦 嗯好 那那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羡慕 那当然呃航运业不止航运业 嗯好像像我有个亲戚哈 嗯他在报官行嗯 哎我那天有跟他聊天 他报官行啊 报官行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本来你知道吗 在台湾五年前五大概就是2018年之前哈 嗯事实上报官行业他其实在急速萎缩的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中美大战之前 嗯中美贸易大战之前 台湾几乎被边缘化 然后那个大家的这个所有的货物都从呃 中国直接出货到美国去了 嗯所以台湾的机场越来越萧条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报官行都一直在说 然后一直在整病一直在整病一直在整病 你看哦就是这样一路整病整病到现在 结果突然中美贸易大战出来嗯 所以我们要回到底来讲说这个结构还是说 他是跟整整个中美贸易大战有关的 当中美贸易大战开始了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状况就是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嗯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节目也跟大家谈过 拜登一上来了以后他马上就推了一个白宫的 对整个美国供应链的一个检讨报告 嗯那那在那个报告里面就是在去年的年初 第一季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面80 我记得提到台湾提到84次还是83次 哎呦所以你就知道说从那个时间点 你就知道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我这个亲戚 在包官行里面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 因为出头了 对因为你看当这个产业大家都回来开始投资 然后台商从大陆撤退 那这些万一效应他就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些国家 那从台湾一路延烧到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印度啊这些国家都是一样 好那这个运量本身就在萎缩 那前面已经经过一个极度的收敛压缩 之后现在突然台湾的地位暴增 暴涨航行暴涨 那你想想看没有那么多人 那我的亲戚就告诉我说 这个里面资深的报官人没有几个 都是年轻的 那年轻的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景象 所以很多的技术 他们就需要这些资深的人陪着他们 所以他们的工作量就是暴增 当他一个那因为人不够 然后业务又暴增 这时候供应链又出现断链的状况 那你就想到所以运价就暴涨 所以各位我们真的好 我们在要借用你的节目 跟政府喊话一下 我们希望官员们查物价 那个稍微要有一点同理心 好不好 我们今天这些什么连锁店 什么卤肉饭的 卖汉堡的 他们涨价 为什么 我听到有一个汉堡店老板告诉我 他说他多可怜 他眼看着春节即将到来 可是他们就是春节有一档促销 那个产品要从对岸运过来 结果现在在海上飘 海上飘他都不知道 那个正品可不可以进得来 所以他们的运价都暴增 他告诉我 他的货物的运输成本 他整个进货的成本 运价成长了五倍 成长了五倍 那你家怎么赚 你当他预价这样成长的时候 他不涨价怎么办呢 那可是他一涨价 有没有今天那个light today 就有那个新闻出来 说行政院检察官调查他们 拜托用检察官 用这种调查局都下去 调查物价 我觉得真的是拿着牛刀 在那边挥 那你去挥这些食品业者 这些食品业者 各位你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请这个政府官员去看一下物价 看一下我们的行情 听听运分的节目 你就知道农产品涨了多少 油价涨了多少 这些成本上涨 那当然我们要把中间 通路商这些有中间 因为你原物料上涨 然后把这个物价 就去拉抬物价的 这些人要抓出来 可是你稍微读一下资料 也不需要用到调查局 跟检察官出来 你检察官出来 这个这不是吓死大家吗 大家还以为我触犯什么国安法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不去抓诈骗 然后抓这些 真的是气死人了 真的是气死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抓诈骗要用调查局啊 就是啊 昨天那个谁 李承鄞不是说还收到 蔡明忠赖他 哈哈哈哈 我快笑死了 说富邦不用钱 对说富邦那个不用钱 快笑死了 已经猖狂成这样了 我刚才咖啡差点喷出来 哈哈哈哈 就现在多少人啊 二五四 二五四 哎呀 哎呀 大家要讲 大家赶快上来看 大家要讲那个 红包行情怎么赚啊 还要讲美国会被继续涨啊 真的用那个去查 真的是太离谱了 到时候我被调查 说我说我这个蛊惑人心 哎这最近离谱的事很多啊 你们都不查一下吗 那个阳明叫人家认股 哎 你不能认股票 你还不让你升迁 你们这都不写一下 真的哦 是啊 过分吧 过分吧 好 大家一定要讲一下 赶快赚钱 赶快赚钱 哎 先讲你那个表啊 哦 哦 先讲那个表 哎 没想到真的出现 一万八千五 哦 哎呀 两万不是梦啊 哎呀 我当然知道 待会你什么时候到啊 慢慢来啊 我觉得真的最好笑是 填大钱 哎 太急的话 大家都赚不到钱 好不好 台积链昨天那场跳涨 就是吓死人了 所有人都在卖股票 蛋也涨啊 对 蛋价也在涨 蛋也在涨 没有 你的孕价涨啊 我觉得今年 今年真的通货膨胀要小心啊 因为那个电价搞不好也会涨 缺电 这个是肯定啊 我喝咖啡啊 还没涨 哎 咖啡都一直在涨啊 嗯 我笑也 他们 他们正在拿肝在换 我们的消费 哎呦 辛苦啊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上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季宗朱总了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很羡慕人家有40个月的年终奖金啊 不过你就跟我们讲年终奖金自己赚嘛 对不对 好 那呃 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行业别的差别嘛 好那因为经过整理后的行业 他现在突然碰到这样的供应链 所以他爆赚 嗯 所以你看长荣 长荣这个一年赚了上千亿 嗯 就是他分给员工 这也是叫正常嘛 对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啦 嗯 那所以大家羡慕他固然 那可是我们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要去思考一件事哦 嗯 呃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的行业嗯 到底还有没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大家应该去思考 那特别是旅游业经过两年的这样的一个诊病以后 那我相信旅游业一旦等到呃 飞机可以开始飞国境开始起风的时候 旅游业也会报复性的反弹嗯 那这个服务业你在美国你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呃不太一样的像上礼拜有说那个游轮啊 游轮现在变成是那个什么流流行病就是这个病毒的传染的温床 所以这个流流轮的骨架就是大跌 好那可是我我觉得你排除这些 你就会知道一个应该这个就是循环产业的循环嗯 这个行业他只要有固定的需求 当他大被大量的淘汰了一群人以后 大量淘汰一群公司之后 他未来他还能够存活的公司 他很可能体质就非常好嗯 那这个放到投资市场也是一样 那我觉得就是说经过过去两年的大涨 嗯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好 那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呃特别看一下呃 这边我们有一张图哈 嗯这个整理给大家看一下好 各位你看到这张图里面在我的呃在右手边的这个 我的右手边的这个图就告诉你说 事实上在美股的大涨行情里面 大部分集中在什么集中在大型股 嗯那这个集中在大型股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呃之前我想上一段节目你们有特别提到ETF 嗯因为ETF他买的就是这些指数型的公司 所以那因为当行期在大大大大涨然后因为低利率 所以当这个股市呃去年一整年美股美美国股票型基金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进去 那这些呃这些钱他进去一定是优先买指数型的股票 嗯那再加上像微软啊像这个 Aaron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都有做数位转型他们的数位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会看到像微软的股价这样一路往上走 好那呃这个大型公司表现非常好 可是小型股相对就是差的 嗯那在昨天的行情里面大家也看到 嗯当台积电跳空往上涨的时候 你看到其他小型股就就倒栽头了 对啊 对不对 一个人的武林吗 对 嗯一个人的武林 然后而且更可怕的就是说指数会跳得很快 嗯那指数跳快了以后大家就会害怕 嗯好那可是这里面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为什么这些大型股可以长得动 嗯关键第一个有资金 第二个景气是好的 好所以整个景气到目前为止 那我们就回头看 嗯你刚才问我有没有红八黄行 对啊那今年呃 要不要喝点水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这个激动啊 不是因为口水呛到 因为水太多了 哈哈哈 好那我们这边有给大家统计哈 在我右手边一样嗯台股的红包行情 有没有这边数据给大家看嗯 就是在封关前的20天跟封关后的20天 80%的几率是上涨的嗯 然后那这个80%的几率大概会涨多少呢 指数大概涨1.5%到2%左右 那现在就涨给你看了好那所以指数已经涨上去了嗯可是我们要讲因为你现在是在高档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什么你要看 就是呃这边我觉得第一个你的心态要调整你千万不要以为这边是呃陌生段嗯好这边并不是陌生段因为景气刚刚从这个呃疫情当中嗯恢复好那恢复以后经过那个快速的反弹之后嗯现在我们顶多是到了这个 所谓的第三阶段那第三阶段意思是说他回到正常的成长那正常的成长景气还是好的那你可以从几个东西来看 我想今天的新闻里面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重点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恢复扩张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制造业恢复扩张 他代表因为中国还是世界的工厂嗯那代表全世界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嗯那这个全世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压抑了以后我们跟大家一直在分享今年的上半年的成长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因为第一个你从消费品的成长这个你从中国的制造业你就看到了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关键是电动车汽车的这个需求因为呃我我之前来节目我我想我也有讲到美国10月份的汽车销量开始往上谈升11月为止跟10月差不多我们现在就看12月那你看到就是 原来汽车在去年下半年的过程里面他因为缺晶片嗯所以他的很多车子都交不出来嘛像金今年你去问进口车商嗯他都跟你讲说你要谈价格谢谢再联络啊对对对 那个每一个气势都非常高啊他们甚至都觉得哎也不需要宣传啊嗯我们甚至去问一些进口车商我们在讨论呃今年的行销之后他都在担心说我今年的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港嗯所以你看到这个汽车供应链缺货的这个状况 他其实正在慢慢的修复当中所以他这个汽车的需求他不他现在因为没有被满足他未来会递延嗯所以我们就看好说今年的上半年单单汽车消费的递延他就能够把景气撑住嗯所以你整个来看就是说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对景气都不用太担心你真正要担心的是下半年嗯那景气在上半年的状况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资金的这个宽松的问题哎那你可以帮我们用时间轴来分辨一下比方说啊第一季啊第二季啊上半年啊这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状况啊嗯嗯呃我想在第一季跟第二季之间哈嗯我们看这张图好这张图给大家看嗯第一季基本上还是一个复苏的状况嗯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资金宽松的状况嗯那为什么我讲资金宽松FED还在慢慢的缩表当中对所以他 他提前加快的速度但是资金还在增加嗯因为他只是在缩表他还没有完全停止嗯那还没有到完全停止他什么快什么时候会完全停止最快最快也要三四月嗯所以你就等清明节吧哦好所以春节基本上无余了嗯那大家要担心的是清明节了嗯那当然因为这个节目哈影响力太大有可能哈造成市场的影看法都变成一致以后呢这个时间就会压缩好不好那那 那所以就说本来我们如果大家看法没有那么一致也就算了嗯如果大家现在看法都一致的话很可能我们本来涨10%的现在就可能只有涨8%嗯好那这个只是这个幅度的差异但是我们要讲说景气在第一季的状况都还是好的嗯好那那我觉得观念就是在这里好那既然景气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讲到红包行情的几率又高那所以事实上你现在有钱你你应该要去做投资只是你在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一些方法否则你很容易 一套了对方法很重要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不能不看美国要怎么看对还可不可以持续创新高这是关键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待会可能要谈一点点美国好嘞好嘞哎那个那个表给我好啊这个好像没有提到那个 今天人很猛哦今天人很猛哦哎刚刚我看了一下呀好像有一个一个一个那个耶好像有一个性内病那个是吗案例耶刚没看到好像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嗯哎我真觉得每次都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去年也是啊 有来有本土案例啊但都近今天有一个是本那个机场然后有对啊然后其他都是境外去境外移民会会很多可是就是到了那个近本土案例会比较我觉得比较可怕一点 好好待会讲一下那个美国会讲一下台股 大家都很担心那个万八都看到了还有没有红包行情 更对啊 对啊 我们一次邀请六位老师在1月9号16号两个天下开张课 有陈时兴 艾迪 游泳 黄贝迪 等高以及福泽老师 命运其实没有那么全 讲座报名提上新传媒学官网或电查02-2362-26 混沌时刻 等镜面心 保持新银 许运交会 橫幅步新银 综合全局 嗨 我是夏云Bans 原神除了价格 更该重视价值 有好的睡眠品质 心清健康 这是最棒的投资 睡眠的是我放心交会上屏请聚床电馆 智能恒温电动床 胶原蛋白请聚床电 用科技 要睡眠成为一种享受 好好睡美容降 成过千万平保养 你委员会赶脱吧 什么委员啊 那天你不会赶脱吧 21号没有没有 我本来我是从高雄回来 我早上要去高雄演讲 你又要去高雄 是那个活动吗 没有没有去汉莱跟汉莱的高阶组合 因为你之前不是有去吗 你不看名利也有去啊 那个没有 我现在每个月要去高雄 我们在高雄有开课啊 所以我要去主持课程 我下礼拜十三号就要去高雄主持 每个月21号 对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上周集团的总经理朱基宗朱总来聊一聊 因为刚有聊到了这个整个行情啊 比方说第一季第二季资金行情还在不在 但有很多人也很关心 就台股就忙就已经就就一开端就给你破万八了 就很多人讲那红包行情是不是都已经没了 那我觉得一个关键我们先看美股啊 美国的股市要持续能够涨啊 他这是全世界的光明灯嘛 所以美股要先看 再来看台股的机会好不好 对 所以我刚才在上一段节目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又在持续的扩张嘛 那所以中国的制造业持续的扩张 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的制造业它才持续的扩张 所以中国的制造业能够持续的扩张 中国最出口最大国家是哪里 就是美国嘛 那中国制造业都在扩张了 你担担担心什么 中国制造业不可能全部都卖在中国境内 因为中国境内 事实上它的内需是不好的 好中国境内的内需是不好 因为我最近听到 中国连这个公务员都在减薪啊 好他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减薪百分之二十啊 那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他其实他自己裤带已经在勒紧 但是他现在还好是什么 美国让还在扩张 因为美国今年的财富效应是非常恐怖的 那各位我们在去去年有看到去年9月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看到美国很多的 55岁以上的人他是提前退休的 然后25岁到55岁之间的人 他是很多人是疫情之后他就开始去炒股了 好因为股市涨太好房市也在涨 所以大家算一算 那我不必辛苦工作 所以美国人现在还在陶醉在他们的财富效应当中 可是我我我讲这个好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财富效应有不可能持续太久的 所以最终呃这个泡沫一定会到 那可是现在泡沫还没到 那泡沫还没到之前泡沫的最尾巴 其实是最甜美的一段 好所以各位你不要太早离开 那你不要太早离开 就是我上一段讲的你要有点方法 第一个你手上要保持现金部位 那你的现金部位现在还不需要到太高 你要随着今年从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越往后你的现金部位要稍微拉高 所以你现在往上走 好一万八一定过了 那过了一万八以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两万嘛 因为台积电才刚刚过前高 刚刚做过前高好 那呃就简单说他的那个前面的高点 他去年的那个高点还他只是在碰而已 他慢慢在挑战他还没有创 他一定会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各位你你现在可以看着台积电做 因为你看着台积电台积电代表了一个大盘的一个指数 代表了一个大台股指数的一个位置 他昨天创一个波段新高以后 他拉回整理这个叫正常 那他也讲了他未来两年好 两到三年的那个资本支出是会大量增加的 所以你真正要担心的是 当他的这些资本支出 因为他现在还在扩厂 那个晶圆还没长出来好不好 等他晶圆落地生产的那一天 你才开始担心了 那这个时间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两一一年半以后 所以一年半以后 那个时候半导体才会 才会出现越来越担心什么 就是供需失调的问题 现在还在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要 你最近这两天又听到那个ASHMO ASHMO 那有火灾 德国的藏有火灾 所以他会造成半导体的供应链更紧张 好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整个在科技股上面 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所以景气好 没有错 但是景气好在哪里你要搞清楚 各位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特别看到 需求还是强 可是你看到需求强的东西 会是什么 晶片上面需求强的是什么 是车用晶片 所以你要找的是跟汽车相关的 所以你看昨天TESLA的股价在涨 好那这个在已经某个程度告诉你说 当晶片补足之后 电动车一定会再上来 所以跟电动车相关的这些股票 他理论上他在未来半年当中至少在这一季当中 他的表现还是会不错的 所以你要往这个产业去找 来另外第二张图给大家看到 个人电脑跟商用电脑这个需求 科技的需求还是在涨 可是什么个人电脑慢慢压抑了 他的他的需求 因为比较机器已经拉高 可是什么在涨 商用电脑在涨 因为商用电脑 他是固定频率在换的 就像我公司去年获利好了 那我今年我一定是赶快换更好的电脑 换更好的电脑 为什么因为 接下来是世界 是元宇宙的世界 进入元宇宙 你怎么可能用过去的电脑 再继续run呢 你用过去的电脑 再继续run 你根本run不动嘛 那所以你看到Facebook Microsoft 都已经开始推出元宇宙的新的眼镜也好 AR VR的这些设备也好 他代表技术持续的推程出新 所以你要买的是什么 是商用电脑 好那商用电脑包含哪些 不好意思 你现在看到的基本面好的公司 他股价都已经上去了 所以都是这些高价股 可能都是五百八百 甚至两三百的股票 好那可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交易机子给了大家一个方便 你可以买零股啊 对不对 你一千块的股票 你就不要买一千股嘛 你就买零股嘛 只是你那个按那个手机的时候 多按几下 对不对 就是多按几下 就零股还不是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享受一百股的乐趣 对不是一百张 是一百股 好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 那你还是要看到这些 像我来之前 我在特别看了 有一档做server的 这个公司的那个报告 好维影 好维影是帮FB跟那个Google 而不FB跟Microsoft做server的这个公司 他在看的就是什么 就是元宇宙 好真正的元宇宙概念 我是像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 当然他是做硬体制造的 那我们也有一些是软体的 好像什么霹雳布袋系 之前就特别涨过嘛 好那这些东西都是新的 那这些新的科技的确 他还会有持续的推陈出心 这些你都可以留意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有一些朋友 你如果担心害怕的话 我们这一期Smart制服月刊上面推荐的 那个退休老师 谢老师的做法 我觉得就蛮值得推荐给大家 好那大家可以比较安定的 稳定的赚 报名牌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你去年大赚啊你啊 我去年哪有大赚 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压到中国 哦 中国就压抑了 所以Balance掉了 啊 中国就等着今年来赚 对了 对了 去年赚个大概15-20%吧 很好啦 我跟你讲啊 本大啦 15%就很惊人 哎呦 您真是会讲话 我以为期待是这样啊 本那么大 对不对 嗯 哎 要讲这个吗 一直讲他的 不过他比较像存股一样 对啊就存股 慢慢卖啊 可是现在大家急的是说 在那个资金行情之前 还有哪一些个股可以短打的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好像需求是这个 好短打的我们可以 对啊 他比较像 嗯 短打讲前面的嘛 嗯 短打就讲这里 嗯 他比较像存股啦 而且他的本也还蛮不错的啊 嗯 而且每一年我觉得春节都好紧张啊 嗯 就怕那个疫情万一又有一个什么变化 然后你到了新春红盘的时候 那开始有压力 对 对 你这边还真热啊 蛤 不然就是啊 你那边有灯啊 他为了比较好看 他那边有灯啊 噢 噢 这个灯真的很热 我也不太喜欢开这个灯 嗯 嗯 对啊 大家都很想要看那个短打的吧 现在叫人家长期持有 好 嗯 嗯 嗯 好 知道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上周集团的总经理朱基忠朱总来聊啊 本来他要跟我们讲就是谢老师他怎么样的持股啦 然后做一个存股 当然他退休之后还可以持续领钱 不过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有点急了 想要赚一点快钱 特别是红包行情 当然是过年之前嘛 对 那你刚刚讲了资金行情也还在 对不对 嗯 然后景气也不错 那趋势我们也大概了解了 嗯 那到底有没有比较这个短打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几个东西 嗯 包括什么这一期他在讲的 其实谢老师里面有一档股票叫联电 好 联电他报了很久 嗯 然后而且他抱着都不放 嗯 那各位你你你如果看好半导体的话 那事实上呃联电他现在大概在60块附近 那他还可别持续投资 我个人认为是还是可以的 嗯 好那那特别是从联电开始你往下延伸 我认为跟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嗯 台积电转投资的公司 嗯 台积电供应商 台积电供应商 因为台积电的设备商 都还会在持续的在添购设备嘛 因为他还在持续的扩张 嗯 这些公司都确保他们今年的获利是会不错 嗯 当然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比较高的 嗯 好那我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好 嗯 好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上品 好 4770 嗯这个上品 上一周看在上一期我们也特别介绍了这家公司 他做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 因为那个半导体都要用特用化学品 嗯 那那个特用化学品要有一个输送的管线 嗯 那个管线里面他要有涂料 好那所以这家公司原来是做铁佛龙 铁佛龙然后后来他转型去做这些设备 所以他做了半导体设备 那现在各位你去想想看 当台积电要扩厂的时候 需不需要他的东西一定需要 所以他已经确保了他的业绩会持续的成长 那他现在刚刚呃从新贵转上市 好那当然股价因为比较高了 今天这个股价也跌了一些好 那可是我我我相信像这样的公司 他慢慢你各位可以去注意 他的这个整个绩效就会展现出来 因为随着台积电开始扩厂 嗯 那随着台积电扩厂 那最近涨最凶的一档股票 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前 Smart制服务院看也特别介绍过 叫三福化工 4755 各位你去看看三福化工 三福化工做什么 就做半导体的特用化学品 好那现在气气体会跑 那装气体的管线会不会好 嗯 对那这个是同样的同理可证嘛 好那所以 当我看到三福化工长成这样 我就想到欸上品 上品他做这个设备 那他的管线需求 当然也会再再持续的好下去 好那更不要讲说台积电还有一家转投资公司 好这个转投资公司现在还在新贵 嗯 那这个新贵的公司 那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他 那只是他最近这个股价也涨太多了 好所以目前正在修正六七八九 很好记得代号六七八九 但是他股价已经超过五百块了 好他已经超过五百块 可是他公司呢 各位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他已经在持续的扩长当中 持续的扩长当中 而且台积电能够转投资的公司 非常非常好取子可数 那这家这家公司叫做血统存证 所以第一个血统存证意思是什么 金银正派你不用担心他 第二个呢他又在基本面的这个 这个当口上风正在吹 已经起风了 好吗 成像起风了 这时候要干嘛呢 就注意一下这些股票 那我我讲的这些都可能已经长的比较多 而且你讲的都好贵啊 好那我们讲便宜一点的好不好 那我们讲便宜一点像光阳科 哎呦他不是也是 对他 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 光阳科是不是也在供应台积电 也是一样嘛 那所以你从这个逻辑去想 而且光阳科做什么的 他做回收的电脑材料 回收电脑材料 那各位你去想想 苹果供应链要求他们会逐年增加 他们所有供应链里面 使用回收材料的比重 全世界能做的有几家 台湾只有光阳科一家了 嗯 为什么会产生经营权争夺战 为什么 这个台缸集团会说 哎兄弟啊 我进来了 你要我走可以啊 股价上来我就走啊 嗯 那各位 他已经在公开跟大家讲了嘛 那大家要听得懂 他们在讲什么 哦 所以那你你知道了 当然后面台缸可能会卖股票 那这个是潜在卖啊 可是你就知道说光阳科的基本面 还是好的嘛 嗯 好那所以 我个人认为你现在要挑的 就是跟着主流走 嗯 那跟着主流的外溢效应 他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公司 好那我们再讲一档 我在这个节目 一年前我曾经讲过的 嗯 一档股票 叫藏心化工 一样嘛 你看到三幅化工长成那样 你想想藏心化工会寂寞吗 那藏心化工 基本面好不好 各位你去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那我我是不知道公司的股权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移转 好他一直就是那个股权有做一些变动 可是他慢慢最近他的股价开始在上来 好那藏心化工也是值得大家注意 因为它的整个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 好因为也是一样特用化学品 这些围绕着在半导体周边的这些公司 嗯好那这些公司长完之后 那各位你当然你可以再回头 再去看一些传统的公司 我刚才讲官洋科跟长心化工都是四五十六块的股票 你再回头再去看一些 呃现在比如说电动车概念股里面 他会影响到什么 比如说铜价 铜的价格他事实上 有可能他是不会下来的 因为接下来整个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台湾 我们看到很多做铜的公司 这些做基本金属的公司 他有没有做一些转型 他有没有做一些改变 那未来随着电动车在起飞的时候 这些跟铜相关的公司 他们的股价都相当低 都是大概二三十块左右而已 那这些反而是大家可以去注意 那这里面有些公司 他甚至原来在做铜 后来他因为开始转变 因为他们多做电线电来 所以他们可能都有 有一些转型去做什么新的能源 比如说做鱼电工身 做太阳能等等之类的 做电厂这些 那这些都对 我觉得都是2022年 大家可以特别留意的 尤其是什么 叫做除能设备 各位你会看到像台泥都去做 这个除电设备 那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传统公司 他们介入这个除能设备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谁 台塑集团即将在春天 好春天到来的时候也会宣布 他们要大举介入除能设备 所以这个除能设备相关的股票 各位也可以注意 所以我们要讲 就是说整个产业正在转型 台湾的机会越来越好 那整个产业 美国的成长是持续的 目前还在低利率的状态 所以这几个元素加起来 你对股票市场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期待什么 你要做好的是什么 你的资金的配置 你不能100%都全部压进去 你要保留一定的现金比例 因为涨多了以后一定会回档 回档的时候都是你的好的买点 哇好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好我们就是 当然把这个支付月刊 其实这一期我们有贴在我们的直播下面 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商周集团总经理 朱记忠 朱总到我们现场 跟大家来做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了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赚到一点快钱 但如果说你要存股的话 可能还要等行情比较缓和的时候 再来做这样一个存股了 谢谢朱总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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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